歡迎大家回來澳門瘋台EP477集 我們今集又來講聽眾的投稿 主題就是男生會不會被騙 即是被人騙 是一位女士主投稿 他是想騙人 是嗎 即是怎樣 還是他身邊有個男生被人騙 男生會不會被人騙 這個問題是甚麼人都會被人騙 不一定是男生 他這樣問會不會是 譬如說甚麼騙蝦條 通常都是說女生被人騙 他不是說這些東西 性方面的東西是怎樣 即是一會兒來看看 到底騙甚麼東西 還是一個男生被人騙了 然後扮女生投稿 我猜一下 一個隨便猜一下 不要這麼認真 一會兒來看看 聽之前先邀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給動力 Youtube聽的可以訂閱我們 還有鐘在身邊馬上通知你 Apple Podcast聽 還有Spotify聽 給個五星好評 我們B站聽 記得一見三連 還有關注我們 謝謝 左下方有IG平台 還有微博平台 還有給大家投稿 一些感情煩惱 還有一些奇趣的故事 上面有看到投稿文章 下方說明欄 就會看到相關的連結 還有甚麼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看 是的 很感謝Youtube和我們超級感激的朋友 還有B站和我們充電的朋友 K老師和阿榮都開了小紅書 記得大家去追蹤他們 還有宣傳 如果有需要私人一對一感情諮詢 都可以去我小紅書的首頁 就看到詳細的資訊 謝謝 今天這篇交給我來讀出 是一位女士主投稿 稅數是秘密 她就不說 她就說 主持你好 想投稿一份關於我同學的東西 你同學 好 她說 我同學跟一位大十幾歲的女性 女性關係 即是怎樣 總之跟一位大十幾歲的女性有些關係 我同學19年底的時候 一畢業就進了一間公司工作 那時候大家平時都玩得很好 有偶爾出來吃東西玩 我有一個表姐也是在同一間公司工作 有一次跟表姐出來吃東西說起 才知道原來同一間公司 才知道原來她同一間公司 是不是這樣說 是不是這個意思 她的文筆我不是很明白 她還說 你同學很英俊 高高大大 又斯文怕醜 後面 我跟同學說笑 等等 我跟同學說笑了她一陣子 讀得有點噁 總之後面跟同學說笑了她一陣子 在學校你不像蛇孔 可能那個男生平時在學校玩得很瘋 上班就思思文文 怕醜之類 再後來就疫情 我們幾個就少了聯繫見面 最後一次聯繫聊天 就是上一年底的事 因為有一件事發生了 令我有點接受不到 我表姐說我同學 同部門 一個大她十幾歲的女人 一起了 重點是這個女人 現在還有老公 很快樂 但是這個女人沒有生過寶寶 好像說兩夫妻很多年都沒有住在一起 兩個住不同的地區 很少見面 雖然兩個人沒有公開這件事 很難公開 這些事情 她結婚 但基本上 在公司上大家都心知肚明 開始我也不太相信這件事 我同學家裡不是很有錢 但也算是家境富裕 不錯的 現在她住層樓 讀完書 家人就幫她買 父母在做政府工 收入得非常不錯 我同學這樣的條件 怎麼會提得上這個女人呢 她的意思應該是 她不是那些 依依我不上努力的人 即是她一定經濟實力 家人又避得不錯 她就不需要去運 大約十幾歲的女同事去謀求福利 即不是因為錢 表姐說初時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那個女人閨密說 兩個人疫情開放這兩年 單獨出去了旅行很多次了 有不少同事都見過她們在外面拖手 和一些行為很親密 而且在疫情的時候 那個女人就經常收工 都叫我同學開車送她回家 搞罪餐 就經常找我同學提錢去她家 一起去買東西 因為當時疫情很多餐廳都沒有開 大家都會找一個地方買東西一起吃 當時我聽到震驚 我就說這個女人是天仙 表姐說這個女人小小 保養得很好 經常去做醫美之類 現在四十幾歲 看起來像是三十出頭 再加上眼大大 有些肉肉 經常笑的 是挺有趣的 在公司都很有人緣 很懂得說話情商挺好的 再加上跟我同學的職位同等 很多事情都可以聊到 所以有些人知道了 都是說一輪就沒什麼好說了 當事人亦都懶惰不解釋 只是想說別人開心就好 只是他們的私事 說給我聽就只有G字 我後來就短訊 試探一下我的同學 最近怎樣 有沒有認識到女生 她回覆我這幾年都沒有遇到心動 現在都不考慮這個問題 後來我就說很久沒有約出來 什麼時候出來吃東西 去哪裡 都有答有時間就出 一個星期兩日假都說沒有時間 現在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主持人 請教之前我想問一下你是不是喜歡她 請教回來 我只是猜一下 看看她問什麼 她說現在有個問題想請教主持人 這個女人是不是在欺騙我的同學 但是聽表姐說 這個女人都是有些錢的 兩三層樓在手 應該是夫妻共同財產 是不是跟男人套路 說跟老公感情不好 最後會跟我的同學一起 要不要我跟其他同學說這件事 要不要去勸勸同學 不要那麼傻 跟這個女人一直下去浪費青春 我的同學一直以來都很單純 讀書的時候都沒有拍拖 都不知道這個女人用了什麼方法 可以令她為了這個女人 連後代都不要 那時候我就問過 問過多兩至三年都快30 要小朋友就快點拍拖 她就答我 不想要小朋友 但是明明以前她很喜歡小朋友 還說以後最好要生兩個 她還在家裡獨子 還是什麼都當 你說話好跳 還是什麼都當沒事發生 有跟男友談過 她有男朋友的事主 跟男友談過 想叫她男人 跟男人聊會好一點 就是兩個男人聊會好一點 男人好聊一點 因為大家都懂得 有辦法聊 可以聊一下 但是男朋友聽完我說 就說還是不要去問 她本人都說沒有 一定有跟這個女人一起 就免得說別人 再加上我同學都是成年人 都知道什麼事 我說感情的事很容易麻木大佬 現在就是有個愛人要怎樣醒 啊啊啊啊啊 她是這樣說的 反正男朋友覺得 還是不要管那麼多 免得到時候朋友都沒得做 我也想說 要不要問她家人知不知 主持人現在本人十分苦惱 如果你朋友遇到這些事 你會怎樣做呢 表姐說之前這個女人認識我同學 之前分內其實都有跟另一個男人 拍拖好幾年 還比公司比較好同事 什麼意思 比她那些女人的公司比較朋友的同事 看過那張相片 比較朋友的同事看過那張相片 所以更加擔心同學會不會越陷越深 麻煩主持人解答 看那張相片會怎樣呢 看那張相片是什麼意思 有什麼問題 不是整個公司那些人看得到那個女人拍拖的相片 就是比較朋友的 就是比較戰友 工作上的戰友 好隊友 才能看得到的 是吧 看完那張相片就知道 哎呀 這個是我那個什麼 那些小甜狗 小奶狗 叫做 人家也未必這樣 有這樣說的 我就 就是你 譬如你拍拖 你給那張相片 有你女朋友的看 那你也給那些比較熟的朋友 同事先看 是吧 正常都會這樣 不會一來就說 哎呀 樓下診漢奸 你看我女朋友 哇 是不是很棒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她以前都是分愛情 都是有跟另一個男人拍拖 還要展示一張相片給人看 是的 等於她有些言下之意 她有些是很囂張 就是覺得我很值得炫耀 就是我有分愛情 所以這個人就品德有問題 所以現在不想她那個同學 就陷得很深 就問我們怎麼辦 聽完了呢 你有什麼看法 嗯 我覺得你很難叫成一個 一個假裝睡覺的人 有一句話就是這樣 你那個男同學 你問她有沒有拍拖 感情如何 她都沒有拿出來跟你說 對吧 即是她不想給別人知道 還是不知道怎樣 即是她不會給別人知道 嗯 你說到這一部分 我覺得那個男生是不想說你知道 是的 即是她全部人不想說 還是只是不想說你知道 這個就不知道 這個就不知道 有可能譬如我們這樣想 如果你有一個 你跟一個 不要說大十幾年 隨便大也好 小也好 你跟她拍拖 但是那個女生是分愛情的 你也不想跟別人說那麼多 這段就是一個禁忌之戀 你就不想跟別人分享這些 我覺得這段是正常的 不想跟別人說是 正常 很正常 是的 那之後呢 接著 接著 她最後說 我先看看 你去找她 她又不想 即是一個星期休息兩天去找她 她都不肯出來的 即是可能她都不想見你 即不是不想的 可能她真的跟那個女上司 還是女高層 每天逢走沒就去趴趴趴趴 她都不想理你了 是的 她自己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 而且她都沒有需要 最重要是她沒有需要 你去處理這件事 即是如果你說 怕她就被人騙 那她騙到什麼 即是她又有錢 即是兩邊都有錢 我可以說 兩邊都有錢 父母也有錢 女兒那邊又說 你又說有幾層樓握手 即是不會騙錢 即是騙肉體 肉體 肉體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騙不騙很主觀 這些事情 即是你覺得她被人欺騙肉體 即是那個壞女人 在吃小鮮肉 但可能 我男同事要JJ 但可能對於那個男同學來說 不是啊 那女兒保持得不錯 一個四十歲可以保持到三十歲 可能你說保持到三十歲 可能有些三十歲的看起來都沒有她那麼漂亮 即是可能是這樣 當然我知道你很討厭那個女人 但我們這樣說 我們給一些觀眾幻想 有可能那個女性真的很漂亮 美得一聲 即是她四十歲都沒有所謂 即是我們經常說 阿歹最喜歡說的 周圍敏 即是她五十歲都好 那如果真是周圍敏 那這些事情很難搞 即是很難拒絕 她說要欺騙我肉體 你欺騙吧 你欺騙她 我還會跟她說 你不要說欺騙聲那麼難聽 我是很願意的 我也有享受的 有可能是這樣 那個同學很享受 其實是這樣說 她一定是享受的 我不用審 她一定不是被人 即是你說她欺騙他肉體 那些什麼欺騙他感情 那些東西 你說她會不會像那些男人那樣 說我會跟我老公離婚 然後我自己也會跟你在一起 有可能 有這樣的可能性 她會欺騙這些 但是 雖然我這樣說 可能有些性別歧視 但對於一個男人來講 即是她 即是被人欺騙了幾年又如何呢 真是還好 真的還好 即直撞臉 真的還好 即是欺騙了幾年 因為說真的這些東西 不會欺騙十年吧 十年都還未來婚 每一年都在說 我正在來 這些東西 絕對欺騙了幾年 我想說 即是她 還有 你又知道她一個成年人 真的會被這些東西欺騙到嗎 這個 還有又再退一步來講 這個世界其實很多人被這些欺騙 但是 你又救得幾個呢 還有他們經歷過才知道 因為那些人 在那一刻 他不覺得被人欺騙 他覺得真的有這個希望在 還有你又難保 他真的跟他老公離婚 你又 你怎麼保證這件事 他不會跟他老公離婚 這件事很難保證 他老公可能外面出差分居 可能他老公自己又包養 你也會說 一個男人 不可以那麼悶 老婆又不理他 他老公便自己去找個小三 就是兩邊一起 這個世界 例如這個世界 可能就是 剛才說的那種 回到來講 有個男人 跟老婆都分居 然後就找了一個小三 反而他跟小三 才是真愛 但是他們不 他們不稀寒 那些什麼 我要結婚 有個名分 那些什麼 我就是要我們兩個 開心心懷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不管那麼多東西 因為這樣很麻煩 可能是這樣 不過小三 他願意 他願意這樣 他覺得這樣很幸福快樂 那又怎樣 你又沒有辦法去 就是 就是 人家的抉擇 因為你有提到 你很擔心 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女人 搞到他沒有後代 你說他以前 就說 我很喜歡小朋友 要生日生兩個 人會變的 以前我的朋友 就說死都不生孩子 現在就拔了孩子 我覺得 施主就是擔心這個 就是他延伸下去 就覺得 這個女生會擔悟我 那個男同學的青春 可能他30歲 按道理找那個女生 30歲前就結婚生孩子 現在跟這個女生一起 跟這個女上司 哎呀 跟他沒有將來的了 那個女上司又不會跟他生孩子 然後他那個男同學 30歲就覺得 突然會離開 哎呀 小朋友都沒有 然後又分手 他可能會擔心他這件事 但我覺得 如果擔心這件事 其實 我擔心 就算他不是這個女生 他不是這個女人 不是這個老女人 40歲 這樣 不好意思 攻擊到什麼 你眼中的老女人 不好意思 不是我眼中的老女人 先說話小心點 你眼中 對於他來說 年紀很大的女人 就算不是這個 他是一個普通 跟他年紀相約的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 不喜歡生小孩 然後他現在又跟你說 我不想生小孩 又如何呢 他這個時候 做這個抉擇 我覺得真的要尊重他 他要這樣選 就算他過了幾年 哎呀 很後悔 為什麼我當時不做這個 那人很多事情後悔 一向都是這樣 人生很多事情後悔 是的 這個 沒得好說 因為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去拯救他 但是他覺得不是 他覺得你去破壞他 這樣就真的沒有朋友做 你好像你男朋友說 真的會沒有朋友做 因為他 就算他 可能到了兩年之後 他發現這個女人 是欺騙他的感情的 然後甚至會 搞到他這兩年 本身計劃生 就是他放棄了這個計劃 都好 儘管結果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先來差一腳 去斬斷了他 這個 跟他拍拖這件事 他就會覺得是你打斷了他的幸福 他反而不會怪那個 40歲的那個 那姐姐 他不會這樣想的 所以你不要做這個人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壞人 你跟他做朋友 你應該是怎樣 你應該是 就守護在他身邊 你可以適當關心他 他不想說就算了 到了有一天 他真的遇到什麼事情 你就無條件都是支持他 都是陪伴他 安慰他 我覺得做朋友 做到這樣 已經算是這樣的 如果有個朋友 例如阿力 是這樣的 有個事情 迷到他雲陀陀的 然後我就說 我明知道 對於我來說 可能那個女人很壞 但是 你這一刻開心 你就去做 到了有一天阿力跟我說 原來那個 混蛋 臭屎 到時候你就不要去說 那些什麼 丟臭屎 不要說這些 我一早跟你說 千萬不要說這些 千萬不要說什麼 我一早跟你說了 千萬不要說這些 這樣就真的很傷心 因為 你說這些事情 於時無補 其實那個人 如果真是萬一發生不好的事 他找得來的 就當你朋友 希望你安慰他 你說那些 以承定局的事情 就無謂了 還有問些什麼 你應該做他 拯救他那個人 到時候他不開心 你就 男人說什麼 借個肩膀 被他欺負女 聽他掃一下符碎 你就是做這個人 你沒辦法 他現在就是踩下去 你覺得是泥騰 他不是 覺得游泳池很開心 游泳 到他真的要 出事那一刻 你便做拯救他那個 到時候你便有個 他便覺得 你光滑 我這麼傷心 那時候你來救我 你一定是我的好朋友 這樣 沒有辦法 他現在就是這樣沉下去 他19年畢業 應該就是小我 大概五年左右 應該今年也二十六七歲 二十七歲 說真的 幾年後 其實我覺得 不會發展到 好像我們說 很傷心 可能他就是多了一個 別人沒有的經歷 跟一個 挺漂亮的 一個大姐姐 搞了一段 婚愛情 每天都很激烈 又去別人家 不知道他老公會不會回來 當然他老公應該不會回來 他是不是有小朋友 有沒有小朋友 好像沒有 沒有小朋友 去別人家 人家 床頭掛著他老公結婚 我就是在那裡 尷尬他 這些要不是經歷 你不可以用一個 你是女生 女生可能不會明白 一些男生想的事情 可能有時候 男生會覺得這些 很棒 很刺激 我試一下 挺棒 我沒試過 人生 這些可以讓我一試 你不知道朋友想什麼 如果我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我真的想嘗試 尷尬人妻 我不會跟你說 還有你想想 事主你是一個這麼正直 那個思想道德觀這麼正的人 我無緣無故跟你說 我想尷尬人妻 你不罵我九血臨頭 一定會尷尬你 要搞什麼人妻 去破人家家庭 我個個都說 我不跟你說 就算你派你男朋友跟她說 我跟了你男朋友說 你也不會跟她說 我不想被她罵 我想尷尬人妻 不要弄這件事這麼大 可以嗎 我想生孩子 我不一定今年生的 你不要先入為主 想這麼多人 要怎麼想 因為 如果你真的跟她好朋友 你今天就未必會出這篇文章 因為你跟她好朋友 你自然會知道她想什麼 你朋友到那個地步 你知道那個人是想什麼的 但好像我看來 就未去到這麼朋友的程度 可能真的從小到大 但未去到 嘩 交到 那個 資深程度 去到這麼 很心底的那句話 跟你說 可能未必是這樣 就是 剛剛你問中說 你問她有沒有拍拖 她說沒有 我覺得應該就未算是朋友到最深入的那種 當然你不要因為這件事 就覺得她跟我不朋友 說真的 做朋友 有時候都不是一樣東西 都會跟別人說 因為你認不認同一個力 也有的 人還有私人 你說吃人妻 就算很親密的朋友 我也不會說 我不知道我這個親密的朋友 怎麼看我 就算很朋友 如果朋友問 嘩 吃人妻 那如果我結婚 我有老婆 我會想 那她會不會把我老婆吃完 哈哈 可能你的朋友不會這樣想 但你會怕你的朋友這樣想 你會維護那個感情 是吧 例如阿力有吃人妻 然後她說 我不敢說給阿榮 我不想影響跟阿榮的感情 免得她亂想 是吧 是呀 阿力常常炸耳 趁我沒有空就上她家 對呀 不上去做甚麼 哈哈 又經常送綠色的東西給我 是呀 不知道在暗示甚麼 經常打算叫我一個人去旅行 然後 誒 是不是 留回老婆去澳門 甚麼事 然後又叫阿K 哈哈 還有危險 是呀 講笑 也不知道是不是講笑 阿力常常說她自己很乖 哈哈 其實不告訴我 是自己想 是自己想 話說回來 就是做朋友 即使我當她是好朋友 我有一個好朋友 從小到大 超級交心的 可能我有些事都未必想跟她分享 人都是有自己的事 你又沒有必要畫到這麼深 譬如我強烈建議你不要做的 剛才說的 問了以前的同學 叫她一起勸她 千萬不要做這些事 還有家人知不知 這些千萬不要說 你家人一定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 你不要跟家人說 你就瘋了 這個真的不要說 你說了你是做爆向後的那個 對 你不要拿你 吹哨人 對 你不要拿你自己的道德觀念 放在別人的人生上 才行 你覺得 人生是不應該搞這些 分愛情 你不做就可以了 別人那些事你不要管 那麼多 可能別人很複雜 別人老公已經真的沒有愛 你說到那個女人好像很高興 你怎麼知道 別人跟之前那個是怎樣 你都是聽別人說的 你又不是真的跟她拍過拖 你不知道那個實際情況是怎樣 當然我不是說她一定是好人 但她也不是一定是壞人 你不了解 我只聽你說 我也不清楚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們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所以你千萬不要做那個 剛才你說的那個吹哨人 你去做爆響那個 你就很糟糕了 而且你是不應該 是不應該把別人的私隱去告訴 真的是私隱 你聽到八卦 不代表你是一個正常的途徑 就算她真的是你的朋友告訴你 你也不可以告訴別人 這些是私隱來的 這些是不應該這樣 當然你的節目匿名說 沒有人知道 但真的她身邊認識她的人 你不要說這些 我相信她不告訴你 都是因為她不想讓別人知道 你說她的同事知道 這一個不代表些什麼 我知道和說是兩件事 我覺得 人大了 你知道那兩個人拍拖 跟他們說到出口說拍拖是兩件事 知道就知道了 他們說拍拖 說了出來才算 難道你跟那兩個人說 我經常見到你們兩個走出走入 他說沒有啊沒有啊 正常的同事 難道我經常看著你們走出走入 難道不是拍拖 那別人堅決否認說沒有 那你說奈何不到 沒有就沒有了 他們說沒有了 就是迫不到他們說 永遠都只會是傳言 不會是真的 就是這樣 因為我總是覺得 如果這件事是由男事主 親口說出來 可能是另一個版本 可能她多麼幸福 當然 當然 就算這樣 有姐姐親 對 就算她想得很難透徹 我是玩這一年和她玩 我另外有幾個女朋友 你能知道嗎 我就是這樣 我是專喜歡找一些不空的 有事業 有老公 不用照顧她 我就可以多幾個女兒 你誰知道她做了什麼 你和她做朋友 她平時的生活 性方面的事情 不會干涉你的 你和她做朋友 她跟你平時玩 聊天 那些正常就行 既然你都問了她 生孩子那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談 你就再談 你以前不是很想生兩個 她一定有說法 她一定會說 人大了 改變了 總是有一套說法 來支持她 現在 為什麼會這樣想 做朋友 我覺得可以聊聊這些 是可以的 你們保持關係 可能你們不妨業 出來工作幾年 已經刪疏了 再保持關係 加溫 但是她保持關係 會不會跟你說 其實我 我有個朋友 一些男人 一定會說 是的 正在吃人妻 你覺得你有什麼看法 那時候 你就知道 她想打 把這個話甲字打開 就是她想問你 我覺得她自己選擇 如果她聽到 你也不是反對這件事 去講一下 跟你透露一下心事 到時候 你看看怎樣幫她 你要留意她自己提出 你才會有機會跟她說 否則都沒有什麼機會 還有你提出 如果你一下子 就說 我最討厭的人 做這些事情 她就不會跟你說 就是怕你 但是當然 你所有事情 都是出自退朋友的 一副好心 我也知道 但好心 有時候會做壞事 你要小心點 你要明白一件事 這個世界不是所有人 都同一個價值觀的 還有有些事情 不是說這麼簡單 有對和錯的 不是說一定是婚愛情就是錯的 我不知道怎樣解釋 給你聽 婚愛情為何不是錯 很多事情 如果她老公 日糕日打糕她 然後完全沒有 結婚二十幾年都沒有愛 然後這個女人很可憐 難得在公司找到一個人 可以怎樣 但是她事業上 又幫到很多男生 然後怎樣怎樣 當這件事 很難淒美拍成電影 就會覺得這個男女主角 是沒有問題的 是嗎 是呀 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就是觀感的問題 但是你先日為主 就是覺得你的朋友被人欺騙 你當然會覺得那個女生很差 但事實是這樣 我看不到你有拿確實的證據出來 這個女人是一定欺騙她的 在這個時候我就不可以這麼斷定 這件事就是一個這樣的壞事 除非你下次投稿 說我 知道怎樣 原來那個女人 一直都沒有錢 想欺騙她錢 還是怎樣 你有證據 你才可以 我覺得就算你真的有證據 你也不太方便做些什麼 真的說真的 就算去到那個地步 也不太方便做些什麼 好像等於我們有時候討論過 譬如我看到朋友的伴侶偷食 眼見了有證據 看到她在街上打車輪 那你跟不跟你的朋友說 這個也是很掙扎的 你跟她說 即是 整頂綠帽子 親自把綠帽子 帶在你朋友頭上 沒錯 本身人家出街都還 叫做 怎麼說 有些面子 你就幫她套帽帽子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我一定要跟朋友說 不是 但有時候很難說 這個世界很複雜 你不知道 你說不定別人自己也有 可能她女朋友這樣玩 她又這樣玩 又或者她有綠帽子 你又怎麼知道 對不對 有綠帽子的人 代表人喜歡讓人知道 她有綠帽子 很複雜 有些人喜歡讓人知道 綠帽子 很難說 還有很多案例 你做了踢爆那個 你女兒偷吃 你兒子偷吃 最後 一開始是 謝謝你 幫我踢穿她 但後來他們和好 就糟糕了 你就做了敵人 不知為什麼 總之就是 他們不想跟你相處 因為你當初就是踢爆那個人 但後來他們又和好了 就算他們沒有和好 有朋友就是 總之 有一些 很尷尬 不是很適合 不是很適合這樣說出來 要慎重的考慮 除非你的朋友 有時你唯一做的 就是被動地和你的朋友 多聊些 當他有需要找你 你就先去找他 感情上有需要的 平時吃喝玩樂的 你就和他綠帽子 綠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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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然可以留意到他日常動態 會不會他 經常很不開心去砍酒 怎樣 自己頹廢自己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影響到生活 你再去關心他 如果沒有 每天都 神彩飛揚 很開心 我好像沒有必要去干涉他 說不定他散了 中間那一頹 很難去預計他 到底怎樣才是他開心的人生 希望你也放鬆些 未必是一件很壞的事 站後一步來看一看這件事 如果各位聽眾 你有類似的經歷 無論是有沒有被騙 有沒有吃過姐姐 還是怎樣分愛情 或者跟別人 別人的分愛情 你是那個小三的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心路歷程 是不是一定是壞 還是怎樣 有長的投稿 短的留言 好嗎 差不多 今天這片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